Axie Infinity在2021年8月11號一度漲到了快77塊美金 年初的時候它還不到一塊錢而已 剛推出的時候甚至只有0.1塊 短短的半年多的時間 它已經翻了上百倍了 最近Crypto遊戲真的是漲翻天了 而且Axie Infinity真的只是領頭未央而已 還有很多其他小MarketCap的項目 也不乏漲了幾十倍的 非常的瘋狂 所以我們這個影片就來聊聊 在Crypto遊戲界 NFD遊戲界裡面 我們有哪些投資的機會 影片開始之前請先按一下訂閱和小鈴鐺 不錯過更多加密貨幣相關的內容 正式進入主題 去年2020年的夏天 我們有所謂的DeFi Summer DeFi在去年夏天開始火紅起來 今年的夏天或許我們可以稱作 Gaming Summer或者是NFT Summer 有大量的玩家還有投資者 湧進這個領域 所以作為投資者我們有哪些投資的機會呢 方法方向有很多 取決於你的風險的承受能力 不過第一種最普遍 最general的做法是投資整個NFT遊戲領域 比如說有一個B叫做Engine Engine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遊戲平台 它有自己的一個Multiverse 元宇宙 已經有幾十種遊戲建立在它上面了 也就是說NFT 你可以從一個遊戲傳送到另外一個遊戲 或者說從一個區塊鏈到另外一個區塊鏈 在不同的區塊鏈不同的世界裡面 這個NFT可能有不同的樣貌不同的作用 但總之呢就是你可以有這種跨鏈 跨遊戲的這樣的體驗 就好像你能想像一下 以前我們在玩線上遊戲的時候 你這個遊戲的寶物 這個角色或者說裝備 你可以賣到另外一個遊戲 或者是彼此之間 遊戲彼此之間可以互動嗎 就是差不多這種概念 那Engine具體的代幣經濟模型 你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他們在2009年就創立了 也一直深耕在這個NFT遊戲領域裡面 所以如果你想要投資一個東西 它可以跨足到很多不同的遊戲 NFT遊戲裡面的話 而不是苦惱到底哪一個遊戲 會像X Infinity這樣子成功 像Engine這種幣 就值得你去研究一下 就好像我們在買股票的ETF一樣 可能買Engine幣呢 就好像在買這個ETF 買一整款的概念 它的風險會比較小 但是當Crypto遊戲發展蓬勃 非常熱絡的時候 Engine它也可以受益 再來第二種是 你可以直接買遊戲相關的NFT 就直接買它的資產 不一定是買幣 像我們玩線上遊戲 你不一定要花錢買 比如說天堂幣 以前我們可以花台幣買遊戲幣 相對的你可以直接買帳號 買裝備 就是說直接買遊戲裡面的資產就對了 就比方說像在X Infinity的世界裡面 你就可以買土地 這些土地很多也都已經翻了上百倍了 過去你可能0.1個以太幣買的一塊地 現在可能已經價值10顆以太幣了 就是這麼瘋狂 不過要注意的是 既然都已經提到翻這麼多倍的現象 那也很多人要趁著這個風波 很多遊戲推出 很多投資者 很多投資客 也想要趁著這個機會 大撈一筆 大賺一筆 有沒有 就好像過去的DeFi還有NFT一樣 那同樣的 一樣會出現很多的這個詐騙 好像詐騙會跑出來 其實也不一定說是詐騙了 可能就是它遊戲做得很爛 沒有很好 或者是做到一半 就沒有再繼續維護 就不能留住玩家 最後就成不了 那像Xie Infinity會變這麼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全世界真的有超級超級多的人 在玩這個遊戲的 尤其是一些低收入的國家 他們玩遊戲賺的錢 基本上可能已經超過他現實工作賺的錢了 所以他就不用去工作了 像是一些東南亞國家 所以說不管任何遊戲 一般遊戲也好 NFT遊戲也好 你都是需要實實在在的有玩家在玩 足夠的數量才有搞頭啦 像Xie Infinity他就做到了這一點 所以他們就賺了超多的錢 所以當你在遊戲的世界裡面 買土地 買寶物寶劍 買角色 或是買一些skin 你可以換他的皮膚有沒有 或者是買遊戲卡 你要知道的是 這些遊戲不一定能夠成功 很多遊戲 最後根本就沒有人要玩 但這些NFT 這些你買的東西 最終就會變得一文不值 所以你要清楚自己在投資什麼 投資的風險是什麼 當然如果你 怎麼說會演獨具的話 肯定找到了下一個Xie Infinity 你買了Xie這個小怪獸 或是買土地 類似的東西 而且買得夠早的話 可以說你就發了 不過話說回來啦 遊戲啊 遊戲這種東西啊 最好就是 你自己真的喜歡那個遊戲 真的是在玩 那才投資最好 因為你這樣子 就才算是真正的參與者嘛 你買這些資產 就不只是為了要賺錢而已 而是你在遊戲裡面 可以真的去使用它 真的擁有這個資產 而且是用區塊鏈的方式 真的擁有它 不是遊戲公司把持著的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東西跌也沒關係嘛 反正你覺得好玩就好了嘛 那我相信啊 享受到Xie Infinity最大收益的 是一開始單純覺得好玩 就進來玩的玩家 而且他留到了最後 後來報章才進來的這個投資 投機客啊投資者 基本上應該都沒有賺什麼錢 好那再來回到這個主題 還有第三種方式 就是直接買那個遊戲幣嘛 最直接聊當的 當然這個風險跟前面提過的一樣 就怕這個遊戲就只是空穴來風 那也確實是有些遊戲 只是搭著這個 Xie Infinity的順風車 跟著一起騎仗的 但是可能有些遊戲 根本就沒有足夠的玩家 只是大家先把價格炒高了 然後接著才希望 有人可以來玩這個遊戲 那只能說可能有些可以成功 但也一定有些會失敗 好那最後我們就來看看 除了Xie Infinity還有哪些遊戲項目 你之後可以做研究的 你可以到CoinMarketCap的網站去看這個 這邊有個分類 叫做Play to Earn 你就可以看到目前 各種區塊鏈遊戲 或者是你可以到CoinGecko裡面 它有一個項目 也是一個分類 叫做Gaming 原則一樣 在投入任何事情之前做到自己的功課 那就我所知啊 像是比方說Alice 算是這個還蠻有潛力的項目 還蠻有名的 你或許也知道 它的幣最近也漲了一倍 不過你要知道的是 它目前的幣價就是操作的一個結果 為什麼 因為它根本就還沒有Launch 它根本還沒有上市 所以根本還沒有玩家在玩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你要知道你自己在投資什麼 這個項目的境況是如何 發展的程序時程是怎麼樣的 然後一個遊戲最終能不能成功 最終還是得取決於多少玩家會來玩 那又有多少玩家可以留下來 所以在Alice甚至發佈之前 沒有人知道它最終的結果 現在的幣價漲幅 基本上 你可以看都是無意義的 只代表著投資者的一些情緒而已 所以最後到結論 我的建議就是回歸本質 NFT遊戲就是遊戲 它本質上是拿來玩的 賺錢只是bonus 我們說play to earn play to earn的遊戲 所以你就是真的去玩遊戲 比起盲目的投資遊戲項目 我直接把錢投進去 我覺得你不如抱持著 你就去玩玩看的心態 如果真的覺得好玩就留下來 然後就達到目的了 人生就是好玩一場 那這個時候你還可以順便賺一點小外快 那也不錯 那誰知道呢 說不定真的給你玩到下一個X Infinity 然後你就發了 OK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的內容 任何想法 請你留言在留言區 那也記得按讚還有分享 我們下個影片見 我們下個影片見